好 那我们现在做个比较 那我们比较的时候 我们比较使用这个 像这个灯的话 我们现在是都没有开 都没有开 大家看一下都没有开 那我们现在开这个 小型的这个补光灯 就是一个粉红光 跟一个白光的补光灯 到模特的脸上 大家可以感觉到 如果把这个粉红光对准的模特的话 模特的脸会比较偏粉红 那如果把像这样子 那如果把白光只向模特的话 就像这样子 那模特的眼睛跟这个皮肌肌 都会变得比较偏白 那我们也可以一白一粉红 各这样在适当的距离之下 我们发现他这个模特的眼睛 就会又有粉又有白 比较均衡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比较小的补光灯 把它关掉 那关掉之后呢 我们开这个比较大的 就打开我们的网美一号 网美一号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亮度打开了 这个时候的这个 色温呢 大概在5500K左右 大概5500K左右 这样大家看一下 最大是可以到这样子 那当然就这样会相当的大 那大家可以感觉到一下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K数往往上调这边偏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变化可以这么大 那黄光如果全部进来会像这样子 这个时候是黄光全开的时候像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跟刚刚那个小灯呢做个比较 这个是比较亮的 那现在现在就把这个亮度把它调小 那如果全部关掉 全部用现在这两个灯都关掉的话 模特的这个灯光是 几乎的表现是像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开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把灯光打开 这样调到适当的距离 现在是用这个我们的这个网美一号的结果是像这样 那如果把这个网美一号亮度再加长加长一下是像这样 这样子也是蛮蛮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关掉 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呢 开我们这一个小的灯它进来 这个在我们那个 洪天空也有贩卖 这个灯的话是比较廉价一点的 但是它效果呢又不一样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以上就是我们简单的示范 谢谢各位 大家好以下是网雾天空为大家介绍 网美一号环形LED 補光灯 我们可以用在这个直播啦 或者用在这个各个这个美睫美髮美容啊 还有新娘的造型都可以使用 那这支架呢 是这个最短的大概到66公分 最长的话呢 可以到这个 最长的话可以到这个 100到170公分到80公分 176公分左右 那把它放下来 那你看看 这样子大概就是要 正常的这个 撑开来的距离 这样 然后这边可以锁定 锁定 那这边有几个旋钮把它撑开 都要旋开 旋开 它就可以有个高度 它最高呢 可以到这个 100公分 看一下 好 这样高 可以到这么高 那我们要把它弄低一点 在这个地方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 竹笔灯把它打开 好 本身呢 有附一个这个 简单的一个体带 它这是变压器 这是蒸主体 那这个 那个对签包 对签包打开 刚才有两样东西 云台 还有一个手机夹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再这样 就是它这个 整个这个配备就这样 那我们首先要把这个 灯把它裙上去 那可以看到这边 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 这个 Color Temperature 是色温 那这边是这个 Out of 开关 还有这个亮度 那这边有两个洞 那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呢 把它裙开 弄正 像这样子 大家看到 像这样子 那把它裙上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把这个固定好 好 固定好 适当的用力 不要太用力 也不要太 这样 这样刚好 那你看 把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地方 螺丝的地方 把它裙到这个亮亮的 银色的地方 把它先放好 然后锁进去 好 这个把它锁进 好 它锁起来就像这样子 大家会看到 背面是这样子 正面是这样子 可以看一下 好 好 那我们把它挪正 大家看一下 那接下来呢 是云台的部分 因为我们要放手机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这样子 拿来的时候是这样子 这样子 好 大家感觉一下 这样子 因为我们手机 大概就是直的拍 直的拍 那我们你看 这个云台 这边有一个凹槽 U型凹槽 把这个挪下来 这样挪下来 把它先转下来 像这样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个洞 有没有 有个洞 那这里 也有个这个 那要怎么旋接呢 等一下我们要 因为我们等一下 立起来的时候 希望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 因为手机要直的嘛 所以我们你看 这个地方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云台是要接这里的 那这个方形的 那个夹片呢 它是可以伸缩的 大概 好 那这个的话 再把它转上去 那转到一个位定位之后 后面有个圆形的这个贴 这个 可以把它往前再把它夹紧 把它弄紧固定好 那它可以 刚好是这 这直的角位 这样 就这边垫片 往前推 再往前锁 两个这样 那这样好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 那当然这个是可以 可以动的 可以动 也可以旋转的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正中央 这凹槽下面放下去 把它就放下 好了呢 这下面有个旋转钮 把它放上去 把它旋紧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旋紧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间隙 不是很好 那也许呢 你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没有办法把它锁得很紧 那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是这样 找一个这个 纸张 纸张 随便用纸张 把它折一下 折成正方形 然后用一支笔呢 把它做挖个洞 这个做Watch 就是做一个垫片 当然你如果有清楚垫片更好 二分是 现在没有垫片就先这样子 挖个小洞 然后 像这样子 然后再比 然后呢 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呢 这个纸张呢 把 趴在上面 然后这个再来把它挪上去 这样呢会比较 这一旦要用力把它撑开来 好 这一旦要用力把它撑开来 好 那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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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撑开来 那你就把它放开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就把它架上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最完成的样子 好 就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角度还可以再调整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环形灯啊 它其实是 旁边这一环是雾状的 雾状的 它是免用色纹片的 不用就 黄色色纹片啊 白色色纹片都不用用 直接就可以这样 变各种各种色纹 那这是变压器 大家看到这变压器 那变压器 那变压器的一端呢 我们看一下 变压器一端呢 这边是那个 可以插我们的 110V或220V之间的 那个插头 这个插头就接在那上面 那我们就先把它插上去 好 那另外一端呢 我们就接在这个 后面的这个插座上 大家看到 D724V这一点插上去 这样就完成了 好 好 那这个是调色温的 右边这个旋钮 大家可以调一下 那我现在向右旋转 大家让它变黄 大概2700K左右 那左边这个亮度 我们把它调大 可以感觉到这样子 好 那再转小一点 好 那大家可以感觉到 就像这样子 可以调整 就是 色温呢 可以调你要的 比如说 现在右边大概 5500K 比较亮的 比较白光的 那 那 右边再调一点点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子 就不一样了 那也就是说 亮度跟色温呢 可以自由的调整 好 无段式的调整 好 大家现在要偏黄 好 大家看一下 那把它转正面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 嘿 这样的感觉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排 边边反射出来的亮度 好像要关掉 好 那我们再把它打开 好 这个墙壁上 打出来好像是偏黄光 好 大家看到墙壁上的那个亮 那中间这个可以调 手机可以往上 往下 往上 往后 前后 都可以这样跟你写的 那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角度 来摆正 那是直摆的 那你可以横摆 那我们现在是直摆的样子 那你可以横摆 那我们现在是直摆的样子